大家好,我是张九易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你去你的朋友家做客 虽然你朋友家的房子很大 但是呢,在白天也需要开着灯 又或者说你自己买的房子还没有住上两年 却发现呢,墙角就开始脱皮 家里面呢,阴暗潮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想大概率呢,就是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没有慎重的去选择楼层 而现在呢,市面上主流的房子就是以高层为主 所以呢,很多人不懂得怎么样去选择楼层 导致到自己买的房子采光不好 或者说呢,阴暗潮湿 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讲 我们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 如何挑选最合适自己的楼层 这样的话呢,住起来很舒服 如果有一天呢,你想置换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房子很快就卖出去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那么现在市面上呢,住宅的分类有很多种 但是不管怎么分,就只有呢,这几种类型 第一是多层,第二小高层,第三高层,第四大高层 那么他们的代表是什么呢 多层就是以七层不带电梯的为主 小高层呢,是十一层带电梯的 高层是十八层带电梯的 大高层就是以三十二层的高层为主 当然呢,也有很多地方把十一层或者说呢 十八层的电梯房叫做洋房 其实呢,这就是伪洋房 真正的洋房呢,就是以六层带电梯的为主 我们呢,不要把这个概念搞混了 那我们首先来说呢 多层不带电梯的这种房子 我们应该怎样选择楼存 这里呢,还是那么一句话 不是所有的房子,所有的楼存都适合我们 我们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根据自己家里面的实际情况去购买 比如家中有老人的情况下 我们坚决呢,就不能买四楼五楼 而是呢,以低楼存为主 比如一楼或者是二楼 有的多层呢,由于建设的年限比较早 所以呢,一般会带花园 那这种房子呢,实际上是值得购买的 但是也要注意啊 低楼存就是采光不好 或者说呢,隐私得不到保障 我们呢,应该综合考虑 正常来讲呢,多层的楼房 就是三楼和四楼 这样的楼存位置最佳 不管是老人居住 还是呢,年轻人居住 基本上呢,都能够接受 多层当中最尴尬的楼存呢 就是第六层 说高不高,说低不低 而且呢,很多人不愿意买 多层的好处呢,有很多 比如说工摊小 但是呢,我们在买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将来置换的问题 自己住呢,是最感同身受的 如果你觉得楼存都很高 那么你将来卖的时候 别人也会感受到楼存很高 所以说呢,三楼四楼是最好的 往高的楼存呢,就不要太考虑 如果呢,你喜欢顶价格 那也没办法 那属于是特定人群购买 我们再来说一说小高层 也就是呢,11层的电梯房 我们应该怎么选 其实呢,这个很好选择 我们只要记住 在小高层有三个楼存 我们不要去购买 剩下的都可以随便选 那么第一层和第二层 以及呢,顶楼不要选 顶楼呢,我们要考虑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防水的问题 会造成呢,冬天冷 夏天热 即使呢,南北通透 这个效果呢,也很差 小高层呢,只有11层 只要楼间距呢,超过50米 我们都可以购买 因为呢,只要超过了这个楼间距 基本上采光是不受任何影响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高层 也就是呢,18层的电梯房 其实呢,这一类的房子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呢,公摊比较大 而且呢,这一类的房屋 要比呢,小高层更难选 我们刚才说到呢 小高层的楼间距 只要超过50米就可以了 但是到了18层的电梯房 就不一样了 这个距离呢,如果不超过75米的话 那基本上从5楼以下 平常呢,是见不到阳光的 而且呢,这种18层的高层 往往有很多是临街的 所以12345楼尽量不要去血 如果呢,是临街的话 12楼呢,会被改造为商铺 那么用于经营 这个时候,如果你买了这栋楼的 三楼四楼 你的感受是最大的 第一呢,是外面的噪音 第二呢,是空气污染 导致到呢,你长期不敢开窗户 那么选择这样的楼存的话呢 一定要实际去考察 千万呢,不要只看寿楼处的沙盘 那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寿楼处的沙盘呢 能够跟你体现出很多东西 但是唯独体现不出采光 而且呢,我们在买这类房子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看电梯的数量 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要看电梯的数量 32层的大高层能够坐到 两部甚至三部电梯 因为它公摊本身就大 可是有很多18层的电梯房 一个单元只有一部电梯 如果你的楼层选的太高 上下班或者说 电梯停电导致的一些问题 能够让你呢,生活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们去收入处呢,也会发现 不管是什么样的类型顶楼的房子呢 都是卖的比较便宜的 当然18层的高层呢 次顶层是可以选的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凤凰村 因为这一类的房屋呢 本身不是很高 所以说呢,在安全各方面呢 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么选择这样的楼层呢 就是视野开阔 住起呢,也是非常舒服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大高层,也就是呢 我们现在常见的32层的高层 这个呢,在大城市是屡见不鲜 32层的大高层呢,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低楼层的尽量不要选 这个低楼层的呢 基本上就是7层往下 我们不要选 而且呢,20层以上的 我们也尽量不要去选 这是呢,两个极端 7层以下不要选呢 就是因为它的采光会受到影响 因为现在的小区 容积率呢,都是比较高的 容积率高呢,就代表楼间距非常短 有的大高层呢,两个楼间距 甚至都不超过50米 那么7楼以下 基本上常年是不见阳光的 即使能够见到阳光 也是呢,是几个楼中间的缝隙 照在你家里面的光照呢 可能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即使呢,你买了西边户 有的时候呢,也是见不到阳光的 那么20层以上 为什么不建议大家选呢 其实呢,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些灾弹问题 虽然说这个概率很小 但不代表呢,不会发生 比如我们常见的水压问题 还有呢,这个设备层噪音问题 最关键的是,就是高层一旦发生火灾呢 有一个烟囱效应 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这一栋大楼烧光 那个时候,我们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甚至呢,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而且呢,目前城市救火救灾 最高的消防车呢 一般也就是能够到达20层左右的一个高度 那么我们在选这种大高层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要参考18层的这样的电梯高层 因为你如果再往上 虽然视野好,风景好 但是一旦发生问题了 基本上呢,就很难解决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